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听这句话大概不怎么顺耳 上主的旨意要用痛苦折磨他的仆人 另外一个翻译是 受苦的仆人使上主喜欢 怎么听也不对劲 要是这样谁敢做上主的仆人 谁敢信天主 天主要用痛苦折磨他的仆人 他们受苦了 天主就高兴了 不是这样理解的 在这里 以撒亚先知要表达的有三个信息 第一个 在痛苦中 天主离你很近 一定不要理解相反了 你受苦 天主高兴 谁受苦 天主离谁特别近 就像做父母的 哪个孩子过得不好 哪个孩子身体不好 父母离谁最近 照顾他最多 我们做父母的爱 天主呢 天主呢 他是爱 更是这样 以前梅瑟在旷野放羊 他听到天主说 梅瑟 你去 回到埃及 把我的子民从那里领出来 因为我亲眼看见 亲而听见他们的爱好 看到他们的痛苦 这是公元前1200年的梅瑟 他讲的天主就是一个 亲眼看人受苦 听到人受苦的 他就受不了的天主 不能见人受苦 而600年以后的伊萨伊亚 他更进一步地描述 天主的心被痛苦的人吸引着 谁受苦 天主的心就被牵去了 天主特别亲近受苦的人 这是伊萨伊亚要表达的 第二个信息 受苦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没有痛苦是白受的 天主那么爱他的孩子 如果他允许他们受一些苦 比如说在身体上生病了 比如说做生意 过日子上出了问题 家庭方面 人际关系方面 有一些困难 总之无论哪方面的痛苦 天主允许了 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因为他爱我们 他不让我们白受苦 因为他是全能的 他会从坏事里边生出好事来 他才让这个事发生 你去想去吧 都是这样 要不今天的 伊萨伊亚这样说 他受尽痛苦之后 就要看见光明而心满意足 受尽苦以后 开始感恩 我们往往在受苦的时候会抱怨 为什么这样 天主我不信你了 等这事过了之后 几个月 几年 多少年以后 人会说 幸亏那时候家里发生这个事 要不然我可成不了今天的我 有个病人 得了一场重病 坐轮椅 一两年之后 他回头了 找到了天主 然后他说 神父 如果不是那场病 我今天不知道 是个什么原因 甚至我都不一定活着了 那时候我猖狂的 谁也 没有一个我服的 结果后来病了 在病苦中反省 到后来找到天主 也开始改变生活的方向 痛苦是有意义的 天主才让我们受 最后 第三件事 以撒亚要讲的 谁受苦 谁是被天主拣选 要分担别人的痛苦 拯救别人 跟天主一起成为救世主 因为他这样说 我正义的仆人 引自己的经历 要使多人诚意 因为他承担他们的罪过 一个受苦的人 在承担别人的罪 平常我们受苦 我们总会抱怨 谁让你这样说我 我可难过了 明白着有自己的原因 自己不承认 都得把责任推给别人 都是怨你 我才这样 你让我受了多少的苦 等等等等 然后既然找到了对象 找到了原因 那接下来就想办法报复 我开始生他的气 我不理他了 甚至有机会 我也要让他落到我手里 再说 我们就这样开始报复 这样子 我们说 渊渊相报 何时了 仇恨就是这样 你骂我一句 我打你一拳 随后你再踢我一脚 我把你放倒 谁也不会服输 可是真正怎么的 在这里讲 天主的仆人是怎么受苦的 我们看耶稣 他是怎么受苦的 被杀死在十字架上 他不是咬牙切齿 那时候 他说 父啊 宽恕他们吧 只行耶稣死刑的 这一位罗马军官 骑在马上 在这儿看着耶稣 耶稣没有骂他们 在这儿 耶稣在想为他们祈祷 随后你们注意了 福音上怎么说 这个罗马军官 在耶稣断气以后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他的任务完成了 这时候他 他说 这人真是天主子 为什么后来福音 写下这个人 他成了基督徒 斯德旺 教会第一位殉道的人 12月26号 庆祝他 在耶稣 诞生以后 马上庆祝 这一位 诞生在天堂 他为主殉道了 他被人们 用石头砸死的时候 他自己站在那里 周围围着人 要砸他 他说 等一下 我要祈祷 我看见天开了 耶稣坐在天父的右边 他给我准备好了宝座 主啊 宽恕他们吧 他要被砸死 这时候其中有谁 保禄 那时候叫扫禄 到处的抓教育 迫害教会 见人就杀 人们说 保禄口吐杀气 就是那么厉害 结果这个凶手 他们正在杀 斯德旺 斯德旺 父啊 宽恕他们吧 扫禄 后来变成了保禄 成了宣扬耶稣的大宗徒 建立了多少的教会 看 这就是天主的仆人 被杀的人 在为柜子手 祈祷 他承担了他们的罪过 他使他们诚意 要是别人骂我 我还手 我更加一层 那对方成不了意 对方因着你的怒气 因着你的仇恨 也更加恨上加恨 但是不 天主的仆人不是这样 你对他不好 他为你献上自己的痛苦 求天主 天主的人死 看你这样 像他一样 哇 天主好感动 就马上宽恕 马上四甲恩仇 每个人的得救 都需要经过这个改变 弟兄姐妹们 如果没有这个新的改变 不能得救 我们以为领了喜 我每天念经 每个主日进堂望弥撒 每个星期五 这是战利六 我不吃肉 我注意到这些 是不是能升天堂 答案是 不会 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心 为什么我们念经 为什么我们来领圣事 就像手机需要充电 用了一天没电了 就像那车开了几百公里 没有了 要加油 你们每天祈祷 早上晚上 早上一起来开始这一天 跪下来祈祷 晚上忙完了一天祈祷 这一周平常没时间 到星期天我们放下一切工作 来堂里参与弥撒 为什么我们来加油 求天主 求你改变我的心 今天我就请大家祈求什么 做天主的仆人 做天主的仆人是做什么 耶稣的两个门徒 十二个当中的两位 叫我们坐在你左边右边吧 将来叫我们当官吧 耶稣说 在社会上人们争着当官 有钱有势 人瞧得起 高高在上 在教会里边 我的门徒们 你们不要 谁想做最大的 去做最小的 谁想做第一 先做人民的服务员 去帮助别人 服务别人 你看 我们平常祈祷 上尼撒的时候 你们都求 发财 健康 顺利 孩子 考个好学 找个好工作 建立个好家庭 我们都求着这个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求过 做耶稣的好仆人 好好地按照福音的精神 去天主的仆人 是给别人服务 将来在天国里是大的 我们求着 现在在世界上成为大的 提到我 别人都敲大拇指 我们求的是这个 哪都好 叫人看 会谁看谁 敬我 谁尊我 我们求着 世界上当老大 耶稣叫我们 当最小的 要翻过来 为什么耶稣讲话 老是翻着 跟平常人不一样 因为耶稣自己就翻着 他是天主成了人 谁会这样 屈尊就卑 所以他要信他的人 他的门徒们 也要这样 跟这个世界不一样 不要老挣着大的 所以今天我特别要求你们 去求做天主的好仆人 去每天服务 我继续说 你们到堂里来领圣事 每天祈祷 广作这个生不了天堂 将来不能得救 那我们为什么还这样 我们来加油 来祈求力量 教我出去以后 做仆人 这一个小时弥撒完了 等着下周 几点的弥撒吧 不 你一离开这个堂门的时候 就说 主啊 谢谢你给了我力量 教我这一周 每天做仆人 去服务身边的人 这样子 我们才会得救 每天早上祈祷 一起来 主啊 今天叫我好好的 看到身边人的需要 叫我服务他们 你看 到了晚上 一天过去了 天主谢谢你 帮助我今天活出来 像你那样 如果没有做好 求你原谅 第二天 重新开始 这是新的一天 天主不看我们的过去 错了就错了 但愿我们 今天是新的 升天堂就这样 一天一个台阶 因为今天 你按照耶稣的要求 去做了 做了仆人 你就卖了一个台阶 继续这样卖 一定不要每天原地踏步 就念念早晚课 忘个弥撒 领个圣题 画了句号 好 没事了 这一周都把天主放下了 除非我们心灵的改变 生活的改变 我们不能进天国 特别是老教友们 我们受的教育 也情有可原 我小的时候 父母就这样教育 到哪儿要念经 念早晚课 别忘了念了再睡觉 出门之前起来先念经 这个战利六别吃肉 主日 七望弥撒 咱们都是认为 这些就够了 今天我清楚地告诉你们 这些远远不够 这只是一个方法 让我们有力量去生活 生活 生活才是目标 每天跟天主一样 跟他一起生活 天主的心充满爱 怜悯 慈悲 宽恕同情 我们必须这样 对别人 都是这样 我们谦卑地 做天主的仆人 所以我也请你们 把你们的焦虑 痛苦 交在天主手中 记着 越受苦 天主离你越近 天主希望 你改变 这个苦不白受 他才大发痛苦来 怎么改变 我们那颗 铁石的心 换成血肉的心 原来我们经历 没有经历过痛苦 我不知道 痛苦多么难受 我不会怜悯 受苦的人 所以我们求着 我的心改变 开始更理解别人 我也愿意 为别人 尤其那些 嫁给我痛苦的人 祈祷 一定不要上魔鬼的当 魔鬼希望我们 一受苦就爆炸 我自己受苦 谁也好受不了 叫你们一家子 谁也别高兴 马上把情绪 把痛苦 传给周围的人 那是魔鬼 我们自己 承担痛苦 为他们祈祷 你一定会使别人改变 使他们诚意 做大众的暑假 像耶稣那样 看多好 所以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 弟兄姐妹们 我们一起祈求耶稣 帮助我们 做他的好仆人 阿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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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